你敢相信吗行驶证上少一位 已经都已经捡过一次车了 哇你看大平原 那边就是华北平原 我们现在在开往北京的路上 这是我第一次开车去北京 感觉要近近了 好像还要半个 首都就是有牌面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就像几百年前 我们进京赶考一样 几百年前进京赶考那考证心里 必然都是考试 不会有我们这种心情的 倒也是好 总之我还是很激动的 我们要去见世面了 两个土豹子 对就这种激动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惨烈的消息 我们竟然进不去北京了 提前一天办理的 并且也没有现场可以办理的窗口 现在我们的这种小客车和我们这种小型专用客车办理进行 全部都是在手机上用APP搞定 听起来好像很人性化 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就是像我遇到这种情况 为什么我办理进行赶 给大家看看我的行驶证 看看品牌型号信息 后面是Z6对不对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机动车登记证书上面的那个尾号是看看 是Z60 你敢相信吗 行驶证上少一位 已经都已经捡过一次车了 并且成功的注册了12123 到了北京突然发现我的行驶很少 最关键是它这个必须要是提前一天申请才能够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现场申请呢 其实我昨天就已经提前了 甚至我前天也看了一遍 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办法成功的预约上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到了现场我本来以为到了现场 最起码现场可以直接给你办一个就进去吧 我想哪怕我排点队浪费点时间 没想到现场根本就没有人处理这个事情 说我们只办货车不办客车 所有的客车都在那个APP上办 我还打了好几个电话说全北京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六环以外等到半夜12点以后才能进北京 所以进京计划又被拖延了 只能明天再进了 我还帮朋友带了驴肉放了一晚上 应该都没有那么好吃了吧 不过还好没有冰箱 这个时候只能劝慰自己 还好我开的是个房车 你是开那些开小轿车的 刚才我看有一个哥们特别生气 骂骂咧咧的 我理解他这种愤怒的心情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无比庆幸自己开的是个房车 我不用到处去流浪 我可以就在高速住服务区 今天早上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想 为什么要给房车加满水我们才走 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 我非常习惯的把房车的水加满了 加满了以后我还跟苗总说我什么是傻 我们今天就要去朋友家了 为什么要给他加满水 好了现在我真是个魏谱先知的高手 那好吧 只有明天再见到朋友了 那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要进北京的话 要提前最少一天 然后最好是把你的这个 机动车登记证书拿出来看 因为行驶证上会缺位 有可能会缺位 倒霉的话像我这样就会缺位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哦 花转登记这个 在APP上已经设了六次了 就这样吧拜拜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半夜12点12分 我们已经进入了北京五环 然后刚才好像是差两分钟的时候 从六环开进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被拍到天哪 哈哈哈哈哈哈 三分一百块 车车的一天就这么愉快的结束吧 待会我们就要去见到朋友了 好